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这里是喜马讲书 虎年的第四天,我们来讲讲虎经 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叫《深海之下》 副标题是虎经、海洋世界以及黑经背后的真相 虎经是一种大型海洋哺乳动物 它们的体型线条柔和优美、黑白相间 因为常常把镰刀形的背鳍露出水面 它们也被叫做逆脊经 从冰冷的南北极到热带海域 地球上所有大洋都有虎经气息 上世纪六十年代,人类开始捕捉虎经 北美的海洋馆里也开始有了虎经表演 它们在殉经师的指引下 转圈、鞠躬向观众席拍打出巨大的水花 甚至和殉经师一起跃出水面,腾空飞跃 巨大的体型、聪明温顺的个性 让虎经成为海洋馆里当之无愧的明星动物 人们被虎经的力量和智商而深深地倾倒 享受着它们带来的快乐 却有意无意地忽视虎经表演背后的真相 这些不会说话的表演者并不快乐 在日复一日的圈养生活中 它们天性被压抑、性格被扭曲、饱受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 今天讲的这本《深海之下》就会揭开这些血淋淋的真相 本书作者是一名有着14年经验的虎经训练师 他的名字叫做约翰·哈格罗夫 是一个美国人 约翰从小喜欢虎经 立志成为虎经训练师 长大后如愿以偿 进入美国最大的海洋主题公园 海洋世界工作 成为训经师 这份职业让他和虎经 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但也让他逐渐认识到 公众看到的那种人与虎经和谐互动的美好画面 只是海洋公园编造的谎言 这个谎言不仅让虎经饱受摧残 也常常把训经师置于危险的境地 2012年 约翰出镜参与了纪录片《黑经》的制作 和一些同行、科学家一起接受采访 真实展现了虎经表演背后的残忍真相 这部纪录片获得很多重磅奖相及提名 这本《深海之下》 则是他2015年出版的作品 这本书共12章、20万字 约翰在书中讲述了自己如何成为训经师 以及和虎经相处的故事 他也结合了科学研究的结果 呈现圈阳虎经的残忍之处 本书的第二作者霍华德·卓恩 是一位资深媒体人 曾担任美国时代杂志新闻总监 现任彭博观点的执行主编 该书曾获得美国著名图书推荐网站 Goodreads 2015年的读者选择奖 并入选童年纽约时报的年度选书榜单 接下来我将通过两部分解读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 虎经是如何成为海洋公园的表演者的 第二 圈养生活如何让虎经饱受摧残 圈养虎经路在何方 首先第一部分 我们来看看虎经是怎么进入到海洋公园 成为动物明星的 这里首先要说明一下 虎经跟老虎没有任何关系 而且相比于蓝经、坐头经 虎经和海豚的亲缘关系更近 它属于齿经木、海豚科 是这个科里体型最大的一种 成年虎经身长接近十米 最重可达九吨多 虎经是群居动物 以家族为单位生活和狩猎 从鱼到海豹、海狮 甚至体重比它们大很多的坐头经 都是它们的猎物 巨大的体型、锋利的牙齿 和纯属的狩猎技巧 不仅让虎经占据了海洋食物链顶端的位置 也让它一度名声不佳 过去的渔民觉得虎经是巨大的怪兽 因此在西方 虎经得了个杀人精的名头 虎经这个叫法则来自日本 总之都有凶猛不好惹的意思 但其实虎经从没有在海洋里伤人的记录 1964年 加拿大的温哥华水族馆 想要制作一具虎经标本 就派人出海捕鲸 于是人类捕捉了有史以来的第一只虎经 取名莫比多尔 第二年 另一头虎经在渔民捕捞鲑鱼的时候 误入了渔网 这头虎经被卖给西雅图的一家水族馆 起名为纳姆 水族馆老板还为纳姆拍摄了电影 电影一上映 北美民众这才发现 虎经并不像传说中那样凶狠残暴 而是黑白相见的温讯大海豚 纳姆吸引了大批游客涌入水族馆 水族馆老板又专门捕捉了一只叫仙木的雌性虎经 来给纳姆配对 并训练他表演 仙木在1965年首次登场后 就成了超级巨星 人们惊讶于虎经的力量和体型 也能感受到虎经对人的善意 但人们不知道的是 仙木和纳姆的结局都很凄惨 纳姆在被捕获的当年就死了 死之前 他曾疯狂地用头撞击池壁 最终溺水而死 仙木则在被捕六年后 死于细菌引起的弓腔肌农 这种病在野生虎经身上几乎没有出现过 相反 随着仙木的走红 圈养训练虎经表演的商业模式也出现了 一开始 海洋公园是用暴力的方式来捕捉虎经 纪录片《黑经》描述了1970年的一次捕经行动 在美国华盛顿州的普吉特海湾 人们先用炸弹驱散虎经群 然后出动快艇 撒出围网 兜住落单的幼精 之所以只要幼精 是因为成年虎经的运输成本太高 这一次捕捞行动 造成了三头虎经死亡 幸存的虎经 则围在圈住幼精的围栏外 发出凄惨的叫声 久久不肯离去 当年参与捕经的人说 这是自己这辈子 干过的最糟糕的事 和从人类的母亲身边绑走孩子 没有区别 后来美国华盛顿州 禁止海洋公园捕捕虎经 于是捕经人就转战到冰岛去捕经 在海洋公园 虎经是最受欢迎的动物 2000年前后 在美国一只虎经的价格 在1500万至2000万美元之间 其抢手程度可见一斑 成千上万的公众 尤其是小孩子 对虎经深深着了迷 本书作者约翰就是其中之一 1980年 六岁的小约翰第一次在海洋世界 看到虎经表演 就被深深吸引 海洋世界是美国最大的海洋公园 在佛罗里达 加利福尼亚 德克萨斯等地有分管 小约翰从此就梦想着 要成为一名训经师 但这非常难 首先你要有心理学 或是海洋生物学的学位 其次 训经师需要有演讲经验 动物福利组织 志愿服务等等经历 这样才能在观众面前 展示出迷人的表演风采 以及证明你热爱动物等等 最重要的是 训经师要有非常强大的游泳 和身前的能力 约翰念了心理系课程 加入了海洋哺乳动物保护组织 还跑到墨西哥湾冲浪 练习身前 俗话说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 1993年 20岁的约翰 从27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 获得了海洋世界的一个 训练实习生的职位 虎精是海洋管理 最大的海洋生物 训练它意味着高度的危险性 比如虎精稍微冲撞一下 都可以把人类拍出内伤 而且这种动物十分聪明 会对人类察言观色 欺负陌生的面孔 所以实习生是不可能训练 虎精和虎精一起游泳的 只能做一些打下手的活 比如对观众念台词 拎着鱼来回跑动 实习生就连靠近水池的时候 都必须有资深训精师的看护才行 成为实习生的第二年 约翰在海洋世界的圣地亚哥分馆 得到了助力训精师的职位 他还是不能训练虎精 而是要先训练海狮 海豚 这些体型较小的海洋动物 积累经验 表现出色的约翰 在两年后就被调到虎精馆 净生之快 在海洋世界并不多见 很多人终其一生 都进不了虎精馆 约翰最期待的人生开始了 作为训精师 他不仅要训练虎精 做各种动作 自己也要下水参与表演 与虎精共舞 当他能够高水平地完成 入水冲浪等动作 就要挑战最危险的水中跳 这个动作是这样的 训精师要骑在虎精背上 俯冲至水底 然后迅速冲回水面 被虎精抛至十米跳台的高度 表演一旦发生差错 后果不堪设想 只有少数训精师 才能做这个动作 约翰为了获得水中跳资格 还特地找到专业的跳水教练 反复练习十米跳台 要做好这项表演 训精师还要和虎精 在长期磨合中 培养出深厚的默契 比如他们需要将脚 踩在虎精的稳突上 稳突就是虎精头部最前端 向外突起的地方 那是河谷的延伸 稳突很小 也就刚刚能容纳 训精师一只脚立足 而虎精的全身 就像玻璃一样光滑 训精师站在上面 通过脚向下踩的压力变化 向虎精传递信号 就像开车的时候踩油门一样 当训精师踩在一只 重达好几吨 最快时速可达40至50公里的巨兽身上 从水底向上冲时 巨大的水压 会让他感到像一辆呼啸的火车 迎面驶来 当训精师跃出水面后 虎精会把人向上抛出 训精师就从虎精 稳突纵身上跃 在空中一面翻着精斗 一面穿过圆环 然后人和精的身体一起下落 共同返回水面 稍有不慎 训精师就有可能重伤 甚至死亡 那么 人与虎精的高度默契 又是怎么培养的呢 首先 动物训练的行为学基础 是食物刺激 也就是说 虎精肯配合 是为了得到食物 如此反复训练 来让虎精进入动作 但除此之外 虎精也有更高层次的情感需求 他们渴望训精师的爱抚 喜欢和训精师交流 一只叫塔卡拉的虎精 经常向约翰索求抚摸 他特别喜欢约翰 按摩自己口腔的某些部位 有时对这种奖励的喜爱 甚至超过了食物 虎精对于训精师的肢体动作和表情 非常敏感 如果表演结束的时候 训精师只是机械地 往虎精嘴里塞上几条鱼 没有任何眼神交流 虎精是能感知到的 并且铭记于心 甚至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刻 伺机报复 所以一个好的训精师 需要对虎精 倾注足够的耐心与关爱 虎精也会对人类回报以温情 前面说的塔卡拉 就在约翰表演失误 受伤沉入池底的时候 焦急地呼唤着约翰 然后温柔地把约翰送往池边 还有一只叫烤鸡的雌性虎精 非常温柔有耐心 他能感知到人的情绪 在和新手训精师练习水中跳的时候 他会只下潜到一半的深度 就返回到水面 把新手训精师抛起来的时候 他也相对温柔 尽管如此 14年的训精生涯 还是让约翰遍体鳞伤 这些伤来自两方面 第一 训精本身就是高危工作 人不小心或者虎精不小心 都可能致人伤残 甚至死亡 约翰曾经和一只 叫克特的虎精合作 但是克特之前 没被训练好 动作不标准 别的虎精在完成水中跳时 会选择另一条路线入水 以免撞到训精师 克特不会 有一次在入水时 克特以他三吨多的体重 直接砸在了约翰的身上 在他的脊椎 留下来一块圆形的伤痕 有时候虎精也会 故意攻击训精师 就比如刚才说的仙木 他曾三次咬人 最后一次 是在和一个模特 拍宣传照时 仙木抗拒指令 故意让模特落水 在紧紧地追着模特 不断地去咬模特的 四肢和下半身 这个模特虽然最终生还 但身上缝了一百多针 留下了终生伤疤 仙木为什么会这么做 人们不得而知 但这类事件 在海洋世界 绝不是孤立 根据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报道 在1988至2009 这21年间 海洋世界 共发生了一百多起 虎精伤人的事件 导致11人伤残 1人死亡 约翰就亲历过多次虎精 恶意攻击 他曾和一只叫弗雷亚的虎精 在水下训练 弗雷亚突然拒绝指令 用稳步推着约翰 向水池中央前进 然后像顽皮球一样 把约翰在水里推来推去 还咬住约翰反复往水里拖 岸上的训精师发出了紧急音 正常情况下 弗雷亚听到紧急音 应该游回岸边 但这次他没有 而是继续把约翰往水里拖 约翰看到弗雷亚蓝色的红膜上 布满了血丝 背上肌肉紧绷 嘴里还发出攻击前的呼嚎声 岸上的训精师 又发出了第二组紧急音 幸运的是 这一次弗雷亚响应了 并且得到了鱼作为奖励 约翰逃出升天 整个事件持续不到15分钟 但约翰知道 他的生命有可能终结于此 虎精为什么会故意攻击训精师 亲身经历的事故 让约翰开始慢慢质疑 圈养虎精和虎精表演的正当性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部分 圈养生活如何让虎精饱受摧残 首先 虎精虽然外表强大 但人造环境 让他们的生命实际上脆弱不堪 比起大海 虎精在人工环境里就像蹲监狱 野生虎精 平均每天要游60多公里 一天数次下潜到 30到150米的深度 而圈养他们的池子长度 往往只有虎精身长的三四倍 他们在池子里 还要忍受氯化过的水质和过度光照 很多虎精 为此得了皮肤病和细菌感染 由于池子里的水太少 支撑不了虎精高大厚重的贝奇 再加上过度的日晒 很多成年雄精 还会有贝奇伪塌的问题 纪录片《黑经》中 海洋世界训练工作人员 对观众撒谎说 这是正常现象 25%的虎精 在上了年纪后 贝奇会翻过来 但一位科学家出面驳斥说 在野外 虎精贝奇衰竭的概率 小于1% 除了白天被放出来训练和表演 其余时候 虎精只能待在休息的池子里 一动不动 虎精具有高度发达的智商 他们很可能已经意识到 自己这辈子都将这么度过 有时候 他们会用身体拼命地敲打门 释放心中的绝望 为了打发无聊的时光 虎精也会发展出很多坏习惯 比如反除 但这会让消化液 从胃里向上涌时 烧坏食道内膜 破坏牙幼稚 再比如磨牙 但这会让它们磨断牙齿 牙齿上的孔洞化脓 有的最后死于细菌感染 还有两头精 死于蚊虫叮咬引发的感染 海洋世界曾有一头精 名字叫积水 它有严重的消化道疾病 包括因为压力过大 而患上的胃溃疡 积水15岁时 死于腹腔炎引发的溃疡穿孔 兽医在它的胃里 发现很多过滤用的沙子 这些沙子原本是用于净化水质的 但是因为机器故障 流到了池子里 这头精因为生活无聊 就每天待在进水口 把沙子吸到肚子里 而这些沙子 加重了它的胃溃疡 而且很可能造成了肠道穿孔 最终引发腹腔炎而死 2005年 加拿大的一个研究发现 野生的雌性和雄性虎精的平均寿命 分别是50岁和30岁 最高可以活80至90岁 作者统计了海洋公园内 已经死亡的50头虎精 平均寿命只有10.5岁 其实不光是虎精 海洋世界里的其他动物 也有同样的问题 比如海狮因为必须在水泥地板 而非沙滩上表演 都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 而且由于过滤设施老化 海狮们长期在绿化后的 盐水中游动 大多数都有眼盲 而对虎精来说 比生活环境压抑更痛苦的 是失去了正常的社交生活 海洋公园的圈养生活 让他们长期精神紧张 甚至心理扭曲 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 没有长辈的指导 虎精在成长过程中 很容易有行为异常 甚至产生暴力倾向 虎精家族是母系社会 一个家族往往是以母亲为首领 父亲 儿子 女儿跟从他生活 女儿成家后 就成了自己新家庭的小头目 但依然会服从母亲 并且在距离母亲不远的地方生活 有的时候 雌精还要带着哥哥和叔叔生活 虎精的家族成员之间 有很强的纽带 虎精妈妈会和虎精宝宝一起玩耍 年轻的雌精会帮忙照顾弟弟妹妹 这也是在练习如何当一个母亲 雄精们则会抱着一团呆着 就像人类男性会聚在一起喝啤酒 看足球比赛那样进行社交 母亲的指导 正常的社会关系 会引导着虎精的心智和行为逐步成熟 他们也将学会压制自己的暴力倾向 相比之下 圈养虎精就像没有爸妈的野孩子 缺乏成年精的教导 不知道正确的社会规则 训经师显然也不能代替虎精妈妈的角色 同样的事件也发生于别的物种 比如非洲农民 曾经为了保护农作物不被破坏 杀死了成年大象 只留下小象 但小象没有了成年大象的管教 不知道如何约束自己的行为 最终变得比父辈更加暴力 此外 脱离了家族和种群的虎精 很容易和别的虎精发生冲突 全球有着至少十个虎精种群 海洋很大 不同种群的虎精距离非常远 发展出了不同的文化和行为模式 他们追捕猎物的方式不同 发出声音的方式也不同 语言上无法沟通 把来自不同种群的虎精 关在狭小的空间里共生 就好像外星人抓走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地球人 把他们关在同一间小小的牢房里 而且一关就是一辈子 这严重威胁了虎精的安全感 冲突和焦虑也就不可避免了 有的虎精甚至在争斗中惨死 圈养生活除了让虎精饱受心理折磨 甚至生理需求也备受摧残 虎精不仅是地球上少数几个以性为乐的物种 也是少见的有绝精期的哺乳动物之一 所以同一个虎精家族内 已经绝精的雌精 可以和年幼的雄精发生交配行为 这是奶奶辈的女性现身说法 给孙辈进行性教育 但在家族内 具有生育能力的雌精和雄精 不允许交配 到了交配的时候 雄精要离开家 和其他家族的雌精交配 结束后再游回自己的原生家庭 但是在海洋公园 因为圈养环境的局限 虎精们的选择很少 就发生过母子之间 还有叔叔和侄女之间的交配 这两起禁忌之恋的结局很悲伤 两位虎精妈妈 对于自己乱伦生下的幼崽都拒绝接受 以至于其中一只虎精宝宝 出生不到一年就夭折了 此外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 由于公众的强烈抗议 海洋世界已经不能再去捕捞虎精了 他们只好让人工圈养的虎精配种 后来 为了避免近亲繁殖 也为了免去调运虎精 去别处配种的成本 海洋世界开始用人工兽精的方法来繁殖 这个过程对虎精来说 十分残忍 2000年 海洋世界进行了世界上第一例虎精的人工兽精 雄精要承受的还算简单 主要是在人工的引导下射精 即便这样 到本书完成时 只有三头雄精良好适应这一过程 其中一头精生育了17个后代 对雌精的操作要痛苦得多 在第一次人工兽精之前 为了让这头叫卡萨特卡的雌精 适应插入身体的管子 人们就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来反复训练 先让雌精翻个身 背朝下 在水中憋气十分钟 被插入兽精管是非常难受的 每次卡萨特卡都会紧紧地闭上双眼 人们为了安抚他 会把他的女儿放进同一个池子里 包括正是兽精那天 女儿也陪伴在他的旁边 2010年后 海洋世界要求园区内 所有有怀孕能力的虎精 都要通过人工兽精 一遍又一遍地加快生育 更残忍的是 他们会让还不到年龄的雌精受孕 以及让刚生完孩子 还没恢复的雌精继续受孕 对外 海洋世界宣称 这是在使虎精这一物种的基因多样化 海洋世界不仅罔顾虎精的繁殖天性 也罔顾他们的骨肉亲情 他经常将虎精妈妈和孩子拆散 来回调运到不同的分馆 去进行繁育表演 虎精对他们来说 不过是公司账上的一笔资产 2004年 卡萨特卡的女儿和外孙女 被送去了别的分馆 他们离开后很久 卡萨特卡都一直发出一种叫声 这种叫声是他在30年的圈养生活中 从未发出过的 研究者录制下来后 分析认为 这是一种用于长距离的声音信号 卡萨特卡感知到了女儿 不在附近的池子里 拼尽全力向全世界发出呼唤 总之 对于虎精这样一种聪明 情感丰富的动物来说 这样圈养生活是难以忍受的 包括约翰在内的很多训经师 还有研究虎精的科学家们都相信 虎精屡屡攻击训练师 与圈养生活糟糕的精神状态 不无关系 美国埃莫里大学的 精类神经学教授 洛利·马里诺博士指出 虎精大脑的心皮质层 高度发达 这让他们能够有意识地 做出选择 这也就意味着 圈养虎精对人发起的攻击 可能是一种有意识的攻击行为 比如前面说的 无故咬人的羡慕 他曾在被人类捕捉时 亲眼目睹自己的妈妈 被人类杀死 人们认为 他的精神受到过很大创伤 再比如 那个攻击约翰的弗雷亚 他很容易发怒 他是1982年 在冰岛被人类捕获的 当时虽然只有一两岁 但约翰认为 他一定还记得 曾经自由自在 每天在海洋里畅游的快乐 而如今 只能被囚禁在混凝土水池里 也许是他愤怒的原因之一 但对于这些事故 海洋世界往往选择掩盖 或把责任推到训经师身上 直到2010年 海洋世界的奥兰多分馆 发生的一起事故 才让公众认识到了 圈养虎精的真相 这个事故 也直接改变了虎精表演产业 当时一位名叫多恩·布兰彻的 资深女训经师 在表演中被一头虎精 咬住手臂 拖进水里 事故发生45分钟后 人们才从虎精的嘴里 拉出多恩 此时 他早已死去 尸体也被破坏得面目全非 场面十分血腥 这个肇事的虎精 名叫提利库姆 昵称提利 提利两岁时 被捕捉到加拿大的海洋之地 那是个很简陋的海洋公园 公园为了强化训练 把当时还没受过多少训练的提利 和另一只训练有素的虎精 组成一对 让他们做同样的行为 如果提利做不到 两只虎精都要被惩罚 比如不给食物 如此一来 另一只资深虎精 就会生提利的气 会用牙齿啃它 提利经常从头到尾 伤痕累累 晚上 它和其他几条虎精 就被关在一个 二十成三十米的金属水箱里 大多数情况下 他们只能一动不动 在这里度过精生的三分之二时光 1991年 提利咬住了一个人的靴子 把它拖进了水里 海洋之地却对外宣称 这个人是溺水而亡 营造出一种意外的假象 不过 这种事情一出 海洋之地只能关门大击 他们便把提利卖给了海洋世界 因为此时 海洋世界正需要一条雄性的繁育精 提利对他们来说就是个精子宝库 我们前面说过的 有一头雄性虎精 通过人工受精的方式 为海洋世界贡献了17个后代 说的就是提利 不仅如此 海洋世界还让有伤人前科的提利 在美国继续参加表演 1999年 一名游客偷偷溜进了提利的水池 被发现时已经死亡 女训精师多恩是提利杀的第三个人 多恩死后 海洋世界公布的第一个版本调查结果是说 一位训精师不慎滑落水池 溺水而亡 但是目击者们抗议说 训精师明明是被提利拖入水的 海洋世界不得已 又发出了第二个版本 承认是提利把一位女训精师拖下水的 她咬住她的马尾便 这是潜在的推卸责任 暗示训受师不应该留那么长的马尾便 或者应该盘起来 公司这么做 就是为了维护住虎精温训的形象 并且营造出虎精在海洋世界过得很好的假象 因为一旦告诉公众 虎精这种动物有攻击性 而圈养生活导致它们本性发生扭曲 更具危险性 那么公众将会抵制虎精圈养和表演 这个商业模式也将无法持续 在多恩事故发生后 海洋世界立刻主动停止了所有水中工作 2010年8月 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 禁止所有海洋世界的训精师在水中工作 多恩之死也成了压垮约翰的最后一根稻草 曾经他真诚地相信虎精表演能让人们更喜欢虎精 从而提高大众对野生虎精的保护意识 但这些年发生在水池中的人与虎精的惨剧 让他不断反思圈养虎精是不是对的 而海洋世界屡屡把责任推到训精师身上 更是让约翰心寒 他觉得海洋世界不过是在无差别地压榨虎精和训精师 2012年 约翰向海洋世界提出辞职 离职后一个星期 他接受了纪录片《黑津》制作组的采访 这部纪录片成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2013年度最受欢迎的节目 还入围了奥斯卡金像奖和英国电影学院奖的最佳纪录片名单 《黑津》还掀起了巨大的社会效应 民众开始发起请愿 导致餐饮公司、航空公司、音乐人等 纷纷取消与海洋世界的合作 很多政治家也加入呼吁 这一系列事件使得海洋世界股价打跌 2016年 加州通过立法禁止了虎精繁育 海洋世界也宣布 终止园内各个分馆的虎精繁育项目 虽然这些虎精还在海洋世界里生活和表演 但不再是吸引游客的重点 海洋世界渐渐将营销重点转向游乐园设施 那只恶名远洋的提力一直孤独地在水池中活着 于2017年去世 本书出版于2015年 根据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报道 截至2019年 全世界有59只虎精被圈养在各种海洋公园里 其中光海洋世界的三个分馆就有21只 不过他们已经不再用于被繁育 将成为园内最后一代圈养虎精 他们很难回归海洋 一些虎精生了严重的牙病 需要人类不断地为他们做牙髓切除来维持生活 一旦回归海洋 他们就会因为感染饥饿而死 更重要的是 他们现在回到海里 就是无家可归的流浪儿 对于这种高度社会化的动物来说 几乎就是等死 作者约翰和其他一些虎精保护人士 建议海洋世界为他们建造海洋围栏 以此来教育人们圈养对海洋动物的危害 海洋围栏应该建在大海中立于海床上 以便为虎精提供一个大致接近自然的环境 而且应该收集世界各地被圈养的 独自生活的虎精 让他们生活在一起 试着去营造一个社会化的环境 除了美国 加拿大 阿根廷 西班牙和法国的海洋馆 也先后禁止了虎精繁育 在北美和欧洲 废除虎精圈养表演 已是大势所取 作者约翰在书中写道 围绕圈养虎精的未来之争 实际上只是人和其他动物关系 伦理之争的一部分 如果人把自己看作万物的灵长 那我们就该担起责任 让万物自由生长 而不是滥用手中的权力 伤害他们 好 深海之下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见